哈喽,大家好,我是豆豆猴,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嗯,张老师,今天咱们要讲一个什么故事呢? 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叫小蓝 哦,张老师,我在封面上看到了一个长着蓝头发,蓝眼睛 穿着蓝裙子,蓝袜子和蓝鞋子的小女孩 她就是小蓝吧 没错,请你再仔细观察一下封面,还有什么发现呢? 嗯,小蓝的身边站着一个小男孩 哎呀,他们站在好细好细的树枝上,难道不会掉下去吗? 那,这个小男孩和小蓝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咱们往里面看 小蓝迷路了 她想要回家,一直大声的喊叫 但是,等了很久,都没有人来找她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如果你迷路了,你想想该怎么办呢? 如果我迷路了,我会找叔叔阿姨借手机给爸爸妈妈打电话 如果我迷路了,我会求救警察叔叔,让他们带我回家 如果我迷路了 如果我迷路了,我会待在原地,等待爸爸妈妈来找我 如果我迷路了,我不会跟陌生人说话,直到爸爸妈妈找到我 这两位小朋友说的都不错 小蓝一直大喊大叫 她在森林里迷路了,找不到家,怎么办呢? 过了很久很久 终于,有一个小男孩走进了森林 她拿着一根树枝,挥来挥去的敲打着地面 突然,她踢到了蓝色小女孩的鞋子 咦,你是谁?小男孩问 我叫小蓝,我迷路了,我好想回家 小蓝坐在一片像沙发一样的叶子上 随着风摇来摇去 小男孩牵着藤条荡来荡去 我叫威尔,小男孩说 你的家是什么样子的呢? 看来,威尔想带小蓝回到她自己的家 小蓝说 我家附近有木头桥 还有阶梯通到山上 我好想念我家的山 哦,同学们,请观察图片 木头桥 阶梯 还有小山 看来,小蓝家真的很美 威尔说 我家附近有大石头 也有小路通到山上 几乎和你家一样 威尔说 自己的家跟小蓝的家几乎一样 豆豆猴,请你回想一下 刚才小蓝家 刚才小蓝说她家附近有什么 嗯,有木头桥 威尔家附近有大石头 嗯,小蓝家还有阶梯通到山上 威尔家有小路通到山上 怪不得她说 几乎和小蓝家一样 他们没有找到木头桥 但是爬到了威尔家附近的大石头上 往下看 他们找不到小女孩回家的路 小蓝说 我家有一条蓝色的小河 在洋柳树下闪闪发亮 我好想念我的小河 他们踩在蘑菇上 跳来跳去 小蓝一直在回忆 自己家乡的那条小河 威尔说 我家也有一条小河 在芦苇中缠缠流过 几乎和你家一样 哦,张老师 刚才小蓝说 她家有一条小河 在洋柳下闪闪发光 威尔家也有小河 在芦苇中缠缠流过 真的是几乎一样啊 可是 她们在芦苇和小河中寻找 威尔扶着芦苇的叶子 到处攀爬 而小蓝在树叶和羽毛 做成的小帆船上 飘来飘去 她们飘啊飘啊 还是找不到小女孩回家的路 小蓝有点难过了 我家有很多蓝色的树 小蓝说 树上有很多像球一样的苹果 我好想念我的苹果 同学们看一看 蓝色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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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有很多蓝色的树 树上的果子就像球一样 威尔又一次说 我家几乎和你家一样 请同学们认真观察这幅图 想想看 威尔会说 我家有什么 还有怎么样 几乎和你家一样呢 我家有很多碧绿的树 威尔说 树上有很多像小船一样的叶子 几乎和你家一样 谢谢电视机前的小威尔 那么我们看看 树里的小威尔是怎么说的呢 我家有绿色的树 威尔说 树上开满像云朵一样的花 几乎和你家一样 这些繁花似锦 就像云朵一样 他们没有找到蓝色的树 爬到了这开满了云朵一样花的 叶子像小船一样的树上 从树之间看下去 但是他们还是找不到小女孩 回家的路 小兰更伤心了 她坐在一朵花上 垂头丧气 我家有一座花园和一座皇宫 我好想念我的皇宫 哦 张老师 小兰家有皇宫 对呀 谁会住在皇宫里呢 国王 王后 王子 公主 小兰是不是一位公主啊 还真的有可能呢 威尔再一次说 我家几乎和你家一样 难道威尔家也有一座皇宫吗 请同学们仔细观察图片 想想看 威尔会怎么说呢 威尔说 我家有一座茂盛的果园 和一座美丽的房子 几乎和你家一样 这位小朋友观察到了 这树上有很多果子 这一并是一个果园 这里还有一座房子 一座漂亮的房子 书里的威尔说 我家有一座果园 和一栋温暖的小屋 几乎和你家一样 他们一边捡梅子 一边在树下寻找 但是他们找不到 小女孩回家的路 小兰更加伤心了 她的身子都缩成了一团 我家有爸爸 和很多蓝色的鸟 我真的好想念我的爸爸 请大家观察图片 看看 这真的是一位国王 他站在桥头 他一定正在寻找 自己的女儿小兰吧 这里还有两只鸟 飞来飞去 威尔说 我家有奶奶和很多母鸡 几乎和你家一样 他们离威尔的家越来越近了 在鸡群中寻找 并且越过了门口的栅栏 还是找不到小女孩回家的路 小兰说 哎 找了这么久 都找不到 我永远回不了家 怎么办呢 让我们回想一下 小兰的家里有什么 有阶梯 有小山 有蓝色的小河 有木头桥 有杨柳树 有其他蓝色的树 树上有球一样的苹果 有一座皇宫 还有爸爸和鸟儿 可是小兰一直找不到回家的路 怎么办呢 威尔说 我家虽然没有木头桥 但是我家有大石头 我家虽然没有球一样的苹果 但是我家有云朵一样的花儿 我家虽然没有皇宫 但是我家有温暖的小屋 你可以跟我一起回我的家 威尔带着小兰一起走进屋子 哦 张老师 好神奇 小兰一下子就变小了 威尔把它拖在了手上 哦 豆豆猴 你错了 请你再想一想 是小兰变小了吗 哦 我知道了 是刚才威尔变小了 所以她才能够和小兰一起在蘑菇上跳来跳去 拉着藤条荡来荡去 现在威尔又一下子变大了 一会儿变大 一会儿变小 就像我的法术一样神奇 嗯 更让我想不到的是 奶奶竟然认识小兰 你看 奶奶一看到他们就大叫 威尔 你找到小兰了 为什么奶奶会认识小兰呢 原来奶奶的橱柜上面 有一个蓝白相间的中国瓷盘 这个瓷盘缺了一小块 那是很久以前 奶奶去野餐的时候 不小心打破的 奶奶把小兰粘回瓷盘缺口的地方 哎呀 不大不小 刚刚好 这是不是就是小兰的家呢 现在张老师要考考电视机前 小朋友们的眼力 你们从这张瓷盘上 能看到小兰家里的那些事物吗 哦 张老师我听到小朋友们在说了 他们看到了小山 阶梯 小河 木头桥 杨柳树 像球一样的苹果 花园 皇宫 还有一位国王 一直在东张西望 他一定是在找小兰吧 这一定就是小兰的家 你看小兰回到家之后 他的国王父亲也回到了 自己的座位上 威尔笑着说 小兰终于找到他的家了 奶奶说 嗯 安全又圆满的家 然后奶奶坐下来 开始泡茶 好了 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张老师 这个故事太神奇了 我在开始的时候 怎么也想不到 小兰竟然会是一块瓷片 他的家竟然在瓷盘上面 这个坐着太有想象力了 对呀 豆豆侯 想象力就像你的法术一样 特别神奇 能让人变大 变小 能让不会说话的瓷片 也开口说话 嗯 我觉得小朋友 你们的想象力 也是一种法力 你们要学会运用这种法力呀 说得对 刚才小兰把自己的家乡描述得特别美 你看她这样说 我家附近有木头桥 还有阶梯通到山上 我家有一条蓝色的小河 在洋柳树下闪闪发亮 我家有很多蓝色的树 树上有很多像球一样的苹果 我家有一座花园和一座皇宫 家里有爸爸和很多蓝色的鸟 我真的好想念我的家 嗯 张老师 威尔说自己家乡的时候 也说得很美呀 我家附近有大石头 还有小鹿通到山上 我家有一条小河 在芦苇中蝉蝉流过 我家有很多绿色的树 树上开满像云朵一样的花 我家有一座果园和一栋温暖的小屋 家里有奶奶和很多母鸡 奶奶坐在家里泡茶 我很喜欢我的家 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能不能像小兰 或者威尔这样 所以说自己的家或者家乡 有什么美好的事物吗 谢谢你 我就想想想想想 你能像那些人 帮跟赶紫 小绿色的树 有什么想法 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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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Come 谢谢你 这翻山 我派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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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到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自己的家乡 把自己的家乡说得可美了 那就请你用七十二遍给我们遍出来吧 兜兜猴七十二遍 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在江西一春 这里山清水秀 鸟语花香 美的 三一首诗 这里有许多又宽又长的马路 马路两边绿树成荫 鲜花盛开 周围新建了许多高楼大厦 晚上一盏盏灯光都亮了 犹如一颗颗小星星在天空闪烁 美丽极了 我和爸爸妈妈到秀江河边散步 丝丝凉凉的风从河面吹来 舒服极了 明月大桥上的车子春流不息 桥上的彩带灯像一道五彩缤纷的彩虹 所以我就直接叫它彩虹桥了 我的家乡真是太美了 我爱我的家乡 这座彩虹桥也特别美 我也喜欢这样的地方 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在江西一春 是个美丽的地方 这里有许多好吃的特场 比如豆腐卤 松花皮蛋 龙鸭百蛇等等 最特别的是 还有一个美丽的青年小镇温汤 一年四季 你们都愿意泡在这温暖的泉水中 听大人说 这泉水有八百多年历史 富含西元素 有保健强身的作用 如果你到我家来玩 我必须带你去泡温泉 到时候你肯定会觉得很舒服的 哦 这里有好吃的还可以泡温泉 我也想去呢 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是一个空气清新 四季美丽的地方 它有一个动听的名字 叫夷春 春天 小鸟叽叽喳喳的唱歌 柳树摇着绿色的长辫子 小燕子叽叽喳喳的叫着 动听极了 夏天 青蛙们蹲在荷叶上唱着动听的歌曲 秋天 小朋友们在树下开开心心的收集果实 提着菜篮子在菜园里摘菜 冬天 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衣 戴着围巾和手套在雪地里跑来跑去 开心极了 我的家乡真美啊 我爱我的家乡 看来 这位同学的家乡 一年四季都很美 我的家乡在江西泥村 泥村山之水秀 风景优美 音乐声 可是游玩的好地方哦 这里空气清新 有美丽的故屋 远远的 都可以听到鸟的叫声 还有美丽的秀江河 我家 就住在 旧江河旁边 每天的端午鞋 都会在这里 举行滑鼓球赛 非常热闹 江河旁边 江河旁边 人山人海 每次我都会听到他们大喊 加油 加油 我关起了 我爱我的家乡 欢迎你们来我的家乡做客 我也想去给他们加油 我也想去给他们加油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纸盘 或者是用硬卡纸 捡两个相同大小的圆形也可以 取一个纸盘 或者是圆形的卡纸 在上面画像个家乡 注意画的时候 要留出一个角度空间来 留出复白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画 可以画上家乡的圆 家乡画好后 就可以沿着边缘剪出来 注意 小朋友要在家长的肥虫下使用剪刀 填好后就是这个样子 在头上颜色 接着拿一个圆盘 放在下面 把这个圆盘盖在上面 我们就可以在空白处 画出变化的各种景物了 今天 刚好是选择的是 画一棵树在四季的变化 将画好树干 再画上面的树棺 画好一个之后 把它转过来 再画第二棵树 画好后 涂上颜色 就是这个效果 由四季的树 接下来把两个纸盘叠起来 拿一个牙签 插在中间 这样 纸盘就可以转动了 我们可以一边转 一边讲 今天 张老师画的是 豆豆猴的讲乡 阿果山 我们就请豆豆猴来给大家讲一讲他的家乡吧 哦 大家好 我是豆豆猴 我来说说我的家乡花果山 我的家乡在花果山 这里有高高的山峰 身上绕着朵朵白云 这里还有很多奇形灌状的石头 石头间长着不少奇花异草 山下有一棗小溪 小溪的尽头是一个大瀑布 瀑布后面就是我们住的水盐洞 我最喜欢的是山前的一棵大桃树 春天 满树的桃花都开了 就像粉色的云霞 风一吹 桃花飘落下来 就像下了一场粉红色的雨 夏天 桃树上叶子一簇飞在另一簇上面 十分茂密 树叶间可以看到青色的小果子 我偷戴一个咬一口 哎呀,好色呀 秋天 树上的桃子都成熟了 一个个又大又红 我饱餐一顿之后 就躺在树叉上睡一觉 嗯,我的梦里都好甜好甜 冬天,树上的叶子都落光了 我用尾巴卷着树枝 吊在树上荡青 花过山一年四季都很美 欢迎小朋友们到我的家乡来玩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是不是做起来很简单呢? 大家不妨动手做一做 也来介绍一下自己的家乡 绘本当中出现的青花瓷盘 是咱们江西景德镇的名词之一 在这个绘本小青花里面 介绍了一只小猫咪和青花小瓷猫之间的故事 绘本当中还讲了景德镇的老爷爷 是怎样制作出青花瓷的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 哦,张老师 今天的课咱们就上到这里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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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